消费的地方可能在假日的时候 九份老街也好多人潮 那么国内很多旅客会去九份 尽管当地下着雨 但是人反而越来越多 现场状况马上请苏一欢带我们掌握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同样是位在这个九份老街这边 那如果你有来过这边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现在这边就是九份老街这里了 很多人会来到这个平台这边来拍照 因为从这边往下拍 就可以看到这整个九份山城的景象 那虽然今天的天气比较不好一点 现在持续的还是有在下雨 同时呢这个雾啊 刚刚一阵也是蛮大的 那趁着这个雾小一点的时候 其实拍喜照片来也是蛮漂亮的 不过啊 虽然这个天气没有这么好 不过从早上一到下午 甚至在下午开始了之后啊 这个游客是越来越多了 不只有一些来自这个欧美啊 以及日本等等地方的观光客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不少台湾人来这边玩了 那么其实九份老街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吃吃小点心 甚至呢到茶馆喝茶来吃都是不错的选择 因此超早呢在九份老街里头 这个观光客人潮非常多 不过啊 由于可能是天气的关系 所以大家呢这个伞啊都是没有收起来的 不过九份老街里头 其实这个空间是相对比较狭窄一点 所以因此大家这个在这个交错声的时候 这个伞啊这样互相碰撞起来 其实走起来也是比较不舒服一些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来到九份老街这边的话 像现在这样有下雨 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伞啊不要碰撞到别人会比较好一点 看是要不要就是不撑伞 或者是呢到这个尽量有屋檐的地方来走 也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以上下午最新交还给彭林直播